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很多飞机上都有提供多种饮料工乘客选用,不过一时却建议经济舱的乘客不要点白酒或红酒,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提高经济舱症候群的发生风险。 据良意健康网报道,经济舱症候群是指搭乘经济舱的旅客因脚步活动空间小,造成腿部静脉循环不良,这容易形成深层静脉血栓症。 如果血栓流向肺部更可能引起肺栓色,料文家一时指出飞机上10度低,人体在机舱中水分流失速度比在平地快,一旦水分减少,人体血液就会变得更粘稠,增加血栓形成风险。 人在饮酒后,酒精会在体内产生脱水作用,同样影响到血液流动,因此会增加发生经济舱症候群的风险。 人体血液循环会透过静脉半抹把血液送回心脏。 如果身体维持久坐不动,肌肉收缩减少,循环也会受影响。 料文家因此建议,搭机时除了一两个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,也可以在座位上把脚板往上勾,促进小腿肌肉的收缩。 另外也该适时的按摩腿部,这样可以加强血液循环,避免发生经济舱症候群。 此外也建议乘客重视补充水分,以避免发生脱水情形。 良意健康网,避免经济舱症候群。 搭机时这杯绝对不能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